方老师他说一马三剑是个什么意思 它是一种练功的方式 尽管有的像阳神匹 一二三 一二三 又练身法又练功力 还是练腰胯的转换 丹田法力 就如此一样 咱接着对方 咱在上面 对方就是过来来 我这一下 对方的捧劲 我打不上对方 但是我马上就回手 这个又上 这个又上 是吧 类似于接着对方 一那么多 二接着 算吧 一打不上对方 二 他让你 总有一下打仗 你肯定要是有三两下 虽然追求一下打人 但是对方功力和你差不多 甚至功力比你大 你一下打不了人的时候 就在招式上变化 它是两个方面 第一 过去的老前辈 确实功力大 第二 他就是速度快 所以说 他还是追求时间力点角度 所以练的时候 咱们练功的时候 只是练功 运用的时候 一定要灵活运用 尤其是和对方 释手的时候 你不变化 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每一下 这个东西 都是以功力为支撑 然后才是招数 所以说 没有功力支撑的招数 你就这一码四件也没用 对吧 你不是一码三件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功 可以加屏幕下方微信 进入我们的内加权改进群 我们的内加权改进群 感谢观看